早上好 这是我们在台中的第三天 今天一大早我们打算来 昨天没有成功打卡的第五市场 这个第五市场它开得非常早 大概是七点开到下午两点的样子 很多人说第五市场里面的吃的 其实要比第二市场还要丰富一些 所以我们反正睡不着嘛 早时差就五点多就起床了 然后现在六点半的样子到了这 看一下有哪家店已经开了 这家饭团店已经开始排队了 才六点四十五的样子 第一家乐群手工面线 老板还在准备 但我们已经开始排队咯 满载而归 从第五市场 家里面环境好一点 它会挺满意的 台南站到站咯 就是台南高铁站 哈喽台南我们来啦 终于到了台南火车站了 现在要走去我们的Airbnb 台南的孔庙周边 古德殿 古德殿 哈喽台南的小松鼠 哈喽台南的小松鼠 啊 konsern 小松鼠 所以很容易發生什麼事 火災 好 所以當生活在邊緻 西鄉房旁邊的樂器庫 介紹各種中國古典樂器 祭孔大禮的時候 祭孔大典的時候 一定要用到的 生 管 宵 宣 蒙禮 池 奉宵 色 情 安平老街 我們到了安平古堡 正成功當年收復台灣的一個 重要的貢獻來的據點 安平古堡 古墻 這一片古城牆 特別結實 當年因為沒有水泥 然後呢 荷蘭人就用糖水啊 糯米 還有海裡的貝殼 沙石做成了這種 做成了這種 加固的這種 椒 還非常的結實呢 一直保留 保存到了今天 台灣的第一份 台灣的第一份臭豆腐 是在台南的安平古堡這裡吃的 還有自配的這個 辣椒醬 著名的安平白糖果 著名的安平白糖果 游戲韭菜盒子 我們剛剛到達了在台南的民宿 就是這樣一個很可愛的小房間